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宜兰市升格76周年千人游旧城 投诚引导歌唱比赛 51名长者展歌喉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10月1号的宜兰新闻 我是黄文淑 现在有黄世超争取下一届的民进党县长党内提名 今天在五节成立了西北极西南竞选办公室 声势十分的浩大 据了解民进党新潮流派系 目前有意角逐县长党内提名的 还包括了宜兰市长江冲渊 两个人将在10月进行电话民调来决定有谁出现 争取第18届宜兰县长选举党内提名的先议员黄世超 今天在五节成立西北极西南竞选办公室 吸引来大批乡亲到场住室 包括了郊西乡长林锡中 水利会长许南山 乔委会副委员长田秋景 议长陈文昌 以及竞选顾问团团团长 前县长刘守成都到场来助讲力听 希望乡亲在电话民调时一定要支持黄世超 郊西乡长林锡中 阿昭楊來領導我們宜蘭 我們超高領導宜蘭 讓宜蘭超好樂 阿昭有特別的人格特質 大家都很高興的 大家都很清晰 服務很強租重的 很好樂的 是 所以我們阿昭 不是貴族 也不是財團 也不是公務員 我們這篇 我們一樣 我們社會 我們還有一篇來創造烈士 我們讓一個基杉出來 農民出來 六甲出來 他們如果把阿昭拿出來 來代表我們民主黨 來騎選管長 讓阿昭來做管長 大家說好阿嬤啦 好阿嬤啦 發佈大家 感謝各位 我可以說是一個 民進黨 最中間的分子 尤其是這個人的 人才 他才會選管長 讓阿主委 讓他提到有沒有 好 阿威你 阿威你 政府 打拼全書建設 最加打拼 阿挑的是其中 最主席的一個 川大王 你注意 後來他去 這局 是誰來做管長 我都維持平安寬 政府的傳統 先是我都做做的 我在這裡 最辛苦 大家拜託 我現在跟我 國文傳頂 我拜託大家 我把老實情勢勞 我們打招一拔 讓我們政黨 做民進黨的好選 從政二十年擔任過鄉民代表 以及五屆縣議員的黃世超 則是打出了領航憲政 宜蘭超好的競選主軸 在成立大會上 也足以授起給各鄉鎮的後援社團 不斷高喊加油 氣勢如紅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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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正是希望 大家做正好 致未來的未來 終正在裡面 有好有壞 有朽有入 公關鱗是大家堅持了幾年 我要鍛嚴 充當勇火 讓他們繼續升降 所以在這裡 要來拜託大家 民主的靴職裡面 要來傳染這十八個的政黨 在我們民眾貼紙裡面 要來先電位民調 要來看你的民意基礎 所以在這裡 我要興奮給大家拜託 你今天開始回去之後 如果這個電位民調 幫助大家共同支持 我們民視條 我在這裡 要給大家拜託 在晚上六點半 跟高等半周圍 是我們電路民調 在做的最好的時間 所以幫助大家回去之後 可以幫我支持 幫我們支持 黃士超強調 從政是為了打造一個更好的未來 踏入政壇二十多年 無論好壞起落 對土地和理想的熱情一如初衷 唯有超越現況的新視野 才能開創宜蘭願景的新格局 宜蘭新聞記者石世銘 採訪報導 受到颱風影響 延後舉辦的祭孔大典 今天上午來舉行 由縣長林充賢擔任政縣官 室長林充賢 市農工商等各界代表擔任分縣官 依照谷理來進行 場面莊嚴樹木 展現尊師重道 以及弘揚孔子有較無類的精神 縣長林充賢 縣長林充賢 928來舉行 但是受到颱風影響而言到今天 不過過程同樣簡單濃重 不減對孔子的敬意 同時他也向宜蘭縣勞苦功高的教師 至上最高的敬意 我想今天早上有很多我們的小朋友 包括有很多我們這些先進 當著來參與 在農場簡單的電力當中 我們來做一個文化的創新 當然每一年九十節 我們都會記得把我們所有的辛苦 受到我們經常的告解所有的老師 來跟他們說一聲辛苦 雖然今年早上有紅胎 這幾年來都是只紀念不放假 但是社會對教書這個志願 是重溫到既台 我現在也在度 要來跟我們所有的交界的工作人員 來共同免勞 我們都希望可以來 學習控制國務過期的精神 它是傳統文化上頭的一個典範 我們現在在現代的教育裡面 我們希望每個老師 都做我們小孩生命中的貴人 尤其是現在社會有很多 比較歴史編緩的家庭和主題 我想每一個孩子都不能少 這是我們共同在今天 這個特別的典禮當中 要來傳承這個 真有意義 真特別的這個 教育精神和力量 典禮結束依照往例 由縣長親自自證民眾智慧高 吸引民眾大排長龍來領取 宜蘭新聞記者 來福星採訪報導 宜蘭市升格76週年 舊城巡禮活動 今天早上在中山公園隆重登場 吸引了近千位民眾 一起來參加 近千位民眾同時出發 一起來遊宜蘭古城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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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市長江中庸表示 1940年10月28日 宜蘭市才從宜蘭街正式升格為市 為了慶祝升格76週年 施工所特別在光輝的10月裡 舉辦一系列的慶祝活動 包括有千人遊古城 丟丟筒國際音樂節等等 為今天我們有千人遊古城 這種教育文化的活動 連續一直到外面 我們也都有親政策的規劃 在市工所的網站上面 我們都可以看到 包括在外面 我們的中央黨南城國際音樂節 也要正式登場 所以今天我們公所的文化志工 我們的修復相助隊 跟我們公所的志願 也動員超過100人 在我們舊城巡禮上頭 來做導覽 做交通的疏導 做交通的關節等等 我們要讓我們的市民 可以對我們的文化 更加的了解和更加的重視 也讓他們知道 我們七十六年來 依然是升格之後 所有的嚴格變遷 今天除了漫遊活動之外 中山公園內還設有文創市集 懷舊同案等體驗活動 讓親子來同歡 一起慶祝宜蘭市升格76週年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星採訪報導 第二屆投誠好歌聲 銀寶歌唱大賽 今天在投誠正立圖書館隆重登場 總共有51位愛唱歌的長者報名參加 年紀最大的是84歲 而另外今年還新增加了男女對唱 全部都是夫妻黨組隊報名 可以看見唱歌不但是長壽之道 而且有助於夫妻感情的升溫 投誠正公所為了提倡銀法族健康休閒活動 特別舉辦投誠好歌聲銀寶歌唱大賽 共計有51位選手參賽 年紀最大的是現年84歲的林志祥 所以我聽說 你心裡有伯父的伴侶 正常曹乾順指出 为了鼓励更多长者来参加 今年特别增加男女对唱组 结果由五组报名 而且都是夫妻 可见唱歌不但是长者长寿的秘诀 同样也是夫妻维系感情的最佳方式 这里有一个很深色的事情 就是说这五组里面男女对唱 竟然都是夫妻 所以说唱歌不但变时 可以塞压压力以外 促进长寿 在这里也能帮助付出的感情 我们投城政工所 来举办这一个银保歌唱大赛 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 这个中间可以走出来 以歌像做平台来交朋友 以歌回忧 达到他们这个快乐健康 在这儿登校的立场 主办单位也聘请三位音乐老师 担任评审 选出各组前五名 颁发两千到五千不等的奖金 加以鼓励 宜蘭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导 提供宣民求职管道 罗东建议中心今天在罗东振农会 举办2016幸福传递职场 加薪现场真才活动 总共释出了800多个优职工作机会 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求职 希望能够找到好薪水的理想工作 为了落实在地化就业服务 以及职业训练的宣导 提供求职 转职 或是即将退役求职朋友 能够顺利的就业 罗东就业中心今天上午在罗东振农会 举办了2016年 幸福传递职场加薪的现场真才活动 邀请了28家在地优良厂商 释出800多个优职的工作机会 党28家传商800个职缺 这一次有比较特别的企业 有我会卸士的 那个像中华艺的艺人公司 他薪资就高达4万5 只有到5万块 他比较特别的计划 那一半平均的薪资大概多少 大概应该是在2万5到3万之间 哪一些公司单比较多 对就是批发离时候一般 就比较符合宜兰的对立的计划 这次真才活动特别机心规划 透过播放中心 特定对象就业成功故事的维电林 以及宜兰职讯场的介绍 以提升民众对相关就业 职讯措施以及内容的认识 我们宜兰的职讯场是在 那个圆山靠近那个 轮皮那边 那我们目前的职讯内容 包含有这个水电 然后有制图 机械制图 造源景观维护 跟造源景观设计 那一年大概有8到10班 欢迎我们乡亲 如果说希望能够学一技之长 能够到那个本训练场来报名或是上网路 那个台湾就业通 有个找训练 那搜寻我们那个宜兰地区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训练 那我们的网路上只要有新的这个开班的讯息都会在上面公布 欢迎大家来多学一技之长 不管是你现在这个职前训练就是希望说能够再接受第二专场 或是说你已经是有专场了 你希望说再进修 那我们这个造源景观跟水电方面都有这个在职班 可以培训 有对于这个工作还要再进进的一个我们的乡亲 另外现场还特别设置了职业生来的咨询区 提供民众深度的直来咨询 确认民众直来的方向以及能力 给予建立方案增加当场面试的成功机会 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导 卢东正能会迈入100岁 日前在卢东文化工厂举办了百年情根系列庆祝大会的活动 灌溉云集场面浩大 并且期许在下一个崭新的100年有更好的发展 卢东正能会创会100周年 上礼拜日在卢东文化工厂举行百年情根系列的庆祝大会 现场安排有各式摊位展示 吸引了大批民众共享盛举 其中庆祝大会更是关盖云集 包括了县长、立委、乡镇长都出席声会 共同建政罗东正能会 便手之足迈入100周年 100周年在人生来说是很不简单 我希望大家有这个好奇 这次就做一做一般 东方的今年我也在三 很高兴的选业到完工 一定要用四周年 用四周年很多 我们的这个比赛更高 就是大家要向我们地方 要好好地来照顾我们这个农民 跟我们的会派人 跟我们社会的国业都要做 所以在这边可以有四周年下去 我们200年我们也很成熟 在100年前 丹春经家庭集合 我们属性的努力 可以来造成农民组合 我们等等丹春经家庭 可以玩用太平山的铁铁铁 原来我们劳动行善 发展劳动的这种的务材 各种业相业的发展 这都是一种很特别的 有数的基础 所以在这边 我们来做特别的计量华丛 除了对为我们农民 所在我们地方形成的農业的基础 劳动丹农会 在每一个部门府都的 農事的这种发展的基础 来做一个成功的困境支援 最重要的 有一个改端 我们要不要走过 更多的时间 为农民 为劳动丹 为劳动丹三业的这个礼拜 来电影有更好的基础 这种是 我们今天办这个 主要华丹 必须要去这一步 来沉入叛逃的地方 罗东丹农会在民国五年 有罗东街街长陈传金先生 与地方的士绅筹设发起罗东信用组合 一直到民国三十八年 正式改组为罗东丹农会 在历任先贤 便手之足 心情耕耘下 一步一脚印 至今迈入一百年 并且期许迈向下一个崭新的一百年 宜蘭新闻记者时事明采访报道 罗东圣母医院外科医师 陈正佳不但有很好的医术 医德也深受肯定 因此荣获了第26届医疗奉献奖 董事长吕若社神父带领着同事 献上祝福与感谢 也希望陈医师无私奉献 士病如亲的精神 能够成为后学的典范 41年前一个台大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 因为一位感人的外籍医师 让他舍弃大医院的高新 来到罗东奉献他的医生 他就是圣母医院外科医师陈正佳 那个高新跟大都会就留给别人去吧 那小镇需要我 这里医疗资源缺乏 那我决定我要留下来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这也是当初他因为他在第一次来到圣母医院 看到欧吉医师之后 那那天也获得欧吉医师的首肯 跟进了开刀房 他看到了欧吉医师对对病人 那种开刀的严谨谨慎 对护理同仁 还有查房这样是病有亲 而且这样的一个精神 他深受感动 所以他就决定留下来 一直到现在 陈医师长期追随在大医师范农凤的左右 学习医术与医德 深受同事和病人的肯定 因此荣获第二十六届医疗奉献奖 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嘛 那人就认同我们的这个做法 那就是感谢大家 感谢盛母院 给我这个环境 你是那个 你是欧比大医师的那个大弟子 那你传承到欧比大医师的什么样的精神 我是跟他 前前后 十五年 那他的做法就是 不管病人的 贫贱贵父 一视同仁 没有所谓所谓差别 他这个比较有钱的 特别一点 那个比较穷的 反而更加好一点 今天医院全体同仁 在董事长的带领之下 线上最诚振的感谢和祝福 也希望陈医师 无私奉献 士病如倾的精神 能成为后学的典范 亦来新闻记者 賴福心采访报导 新闻最后来关心明天宜兰各地的天气状况 明天宜兰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形态 降雨几率10% 气温是24到31度 接下来关心雨夜气象 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 感谢乡亲 一起来关心宜兰的大小事 祝福大家假日愉快 平安顺利 我是黄文淑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